太飽了 很飽 有没有一个问题 味道是臭的 我们现在在下面 慢慢地乘一层条 越来越高越来越高 由于马来西亚 政府还没有实行强制性的垃圾分类 这些垃圾垃圾 我们也可以 维修或者是只喜欢使用 哈喽大家好 我是阿美杨延维恩 哇 接下来呢我将会拍一系列的这个影片 主题为 Heal the Earth 那中文呢我就其实用了一个比较 Localized 的主题 就叫做做给地球 因为马来西亚人很喜欢说 OK OK 做给你做给你做给你 就是为了某一个人去付出某些东西 这样子的意思了哈 做一些东西 那希望 我这些影片的内容呢 关于环保啦 关于爱护地球的 的确都可以做一点东西 为这个地球做一些事情 如果你问我说 为什么我会想要拍这系列的影片 比较自私的一个想法就是 大家我有两个孩子 希望我孩子在成长过程 甚至未来 都可以有一个比较健康安全的环境 那比较大爱的话肯定就是觉得说 哇我要拯救地球 或者是我要为这个地球做些事情 其实讲真的 每个人都可以做一些事情 使务使务使务 那由于今天是 做给地球的第一集 那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最基本 在环保界 其实有三个英文字 叫做3R 那请问 这三个R 是代表哪三个英文词会呢 这三项里面你们都有做到吗 reuse reuse recy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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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use reduce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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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cycle reuse recycle recycle reuse 不确定 reduce 这三项里面你们都有做到吗 reuse reuse recycle redu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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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没有吧 很难 很比较难 你在製作的部分 厉害厉害 有朋友答对啦 就是reduce reuse 和recycle 那我们就是在这边 分三个不同category 再为大家分析 然后收集更多的一些information 一起来学习 如何做给地球 那刚才有讲到说 第一个reduce 就是我们尽量的减少制造 垃圾 其实这个听起来好像很容易 可是真的是跟我们生活 我们的lifestyle息息相关的 那如何减少呢 尤其是现在 在疫情期间 的确很难做得到 尤其是我们要所谓的打包食物 就已经有很多很多的plastic 是需要用到的 是需要用到的 我自己本身 其实真的是尽量的以身作则 首先我要做个designer 我不是一个100%真的一个环保的人 因为我自问 我还是每天都在制造垃圾的 只不过我尽量的减少制造垃圾 我希望大家首先先做到这一点 其实就已经棒棒哒了 这个是平时我带上班的一个额外的包包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到底我里面有什么 首先这个化妆包 随身鞋带的 然后有一个消毒液 一个颜值超高的环保杯 就有时候我去买咖啡 什么的在公司 或在外面打包东西 我都会装在这边 还有这个 我在淘宝买的 它有一个很漂亮的case 我是买了这个给我的孩子带上学的 它这个呢 哈哈有没有很漂亮 可能很多人会问我link去哪里买的 它其实好像一个汤匙 它也是一个叉 就两用的 这个我都每天带上班 所以我们就减少用那些一次性的 我们叫餐局 当然里面就是pask kit 就没有了 所以这个包包就是我随身鞋带 希望大家都可以像我一样 还有一个container 我拿去洗了 就是有时候打包的东西 都会把食物放进了container里面的 我们一起bukes垃圾 好了看到我的包包之后呢 大家就会说 如果我们每天知道在垃圾 垃圾到底去了哪里 然后垃圾怎么处理 这个也是学问哦 可能大家没有去过垃圾厂 今天我不如带你去垃圾厂 看了一下 你就知道说 其实我们人类 不要说圆了 这个地窗 这个垃圾厂 它就只是处理 死狼儿的垃圾而已哦 我们来看一下 雪狼儿的朋友 到底一天 是制造多少垃圾 有多的多恐怖 这就是其中一个在雪狼儿的垃圾厂各位 这就是其中一个在雪狼儿的垃圾厂各位 在雪狼儿的垃圾厂 大概130公里 有垃圾厂 有垃圾厂在这里 哈喽 哈喽 一天会有1000辆垃圾厂 在这个地窗 然后一辆的垃圾厂平均来说 大概可以在8吨的垃圾 那他们一天的存在量 可以来到这边哦 大概是3500到6000吨的垃圾 如果你真的说全雪狼儿的话 一天 只是一天罢了 只是就存在8000吨的垃圾了 都是我们做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会讲说 try to reduce your waste 不要制造更多垃圾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好吗 大家看到那些鸟呢 为什么这么多鸟在这边呢 主要他们是来吃草 吃垃圾草 所以说这世界上 就是这样了 垃圾虫我们讨厌 可是的确 它也是被某些生物来说 是食物来的 OK 大家其实看到 我们现在踏的这块地 其实感觉上 可能只要再高一点垃圾 对吗 原因是为什么要高 因为下面已经买了 几层的垃圾 到Maximal的话 会塞四层的垃圾 所以为什么 这层已经很高了 他们现在在这下面 就慢慢的 就一层一层停 越来越高 越来越高 当他们用完这边呢 他们就会开发沙堆 就是今年9月 在Daram 发沙堆 另外100亿 继续的 帮我们买垃圾 由于马来西亚 政府还没有实行 强制性的垃圾分类 那所以你在这些 普通的 这些普通的 您会看到 有垃圾分类 可以看到吗 这些垃圾分类 我们都可以 维修 或者是喜欢使用 如果好好处理的话 可是现在基本上 就是一堆在这边 我们希望可以让政府知道 我们人民很想要 把这些垃圾 给他们处理 要给他们做一个环保 这一集看了垃圾场 下一集的 Heal the Earth 做给地球 将会带大家去看一下垃圾 如何换成电力 同时垃圾水 也可以变清水哦